平安全台鐵現在駕駛艙不孤單 要多派名機車助理一起同行 但早知道台鐵人力吃緊 這人哪裡來 退休的普悠馬號或泰魯格號的司機 他可以在我們人員還沒有聘組之前 來擔任雙駕駛的其中一個工作 腦筋動到退休司機頭上 退休的司機一聽 這怎麼可以 為什麼會退休 一定是有另外的一個生涯規劃 他要再重拾這個工作的話 我覺得是真是困難度很高 年金被砍已經夠慘 恢復工作後退休金又該怎麼處理 工作薪水又要怎麼算 難道要他們做功德嗎 尤其來看看台鐵內部規定 司機員超過60歲就必須退休或轉內勤 就是擔心體力或反應無法負荷 是關安全的除了駕駛 還有列車檢查員 其實每輛列車出發前 都必須經過檢查員的簽名背書 但近期列次不斷增加 傳出有列車根本沒檢查完就出發 更不要說檢查員工作時間壓縮負擔大 再加上起薪低 曾經有一年就有十災名的 新進檢查員集體落跑事件 他們的工作量也不比我們來得少 因為加班車多 機車的運用次數多 那使用的人力檢查相對的就時間被壓迫 因為就連資深檢修員月薪加上加班費 最多也只有5萬多元 薪資低壓力大 讓很多人乾脆不做了 列車安全輕 反而動全身 從一開始的日常檢修 出庫檢查 甚至上路後的狀況排除 都得要嚴格把關 台鐵現在可得繃緊神經 意外不能再有下一次 記者楊格秀維 基隆報導 市民裏 迪克利 維 迪克利 樹葉寯淘寮 蘋tt 巨人 最終展示 公開之道 市民裏 並且命可得好